罗永浩被限制消费 孙宇晨深夜声援 出一百万请其代言 你能在孙宇晨和罗永浩之间 找到关联的地方吗 只能说他们俩 今年都在互联网上 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现在罗永浩被法院 限制消费的事件 又将两位直接绑在一起 似乎下一场预问焦点已经出现了 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孙宇晨在微博上连续发声 表示罗永浩创业艰难 并愿意出资邀请其担任代言人 同样作为创业者 孙宇晨对罗永浩的敬语 似乎感同身受 他转发罗永浩服应 法院消费限制令的微博 并表示创业艰难永不放弃 拨厂愿意先出一百万人民币 一年聘请罗永浩老师 担任我们的创业精神代言人 如果效果拔群 后续愿持续追加一千万投入 祝罗老师早日换新债务 随后他再次发一博称 真诚相请 希望罗老师把第一次卖艺的机会留给我 回应罗永浩在常文当中卖艺一事 此前我们曾报道过 罗永浩被丹阳市人民法院下达限制消费令 对此罗永浩在微博上发常文回应 称从去年下半年出现经营危机以来 随作科技曾欠债超过6亿 但是过去的10个月里已经还掉了3亿左右的公司债务 个人帮公司还了其中数千万 并在常文当中 罗永浩还表示会继续努力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把债务全过都还完 即便公司因为不可抗力被彻底关掉 个人也会以卖艺之类的方式把债务给全部还完